Bruce Beach的样子 这边的浪比那个Sunset Beach呢 要浪大不少 今天是10月24号 今天我们来这边叫做Bruce Beach 冲浪的时候没有拍视频 现在已经冲完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 这个Bruce Beach的样子 当然现在是2点多了 我们来的时候还挺好的浪 现在也不错 只不过呢 这边的浪比那个Sunset Beach呢 要浪大不少 然后呢 往外拍的时候挺费劲的 所以的话就挺辛苦 所以今天话基本上没怎么冲好 因为还是我们的水平啊 拍的我还有越这个浪的技巧 还是没有学好 因为总是被浪给冲回来嘛 因为我们长板的话 我们过浪的话应该是翻身 就是板朝上 然后人在板的下面抱住这个板 然后浪过去了之后再翻过来 那这个是长板的越过浪的那个方法 然后短板的话 那就是Duck Dive 就是浅下去把那个板踩住 撑住这个板踩住这个板下去 在这个浪的下面过去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还得好好练 我们现在来这边呢浪是非常好 但是问题我们出去费很大劲 出去都很难出去一次 出去之后呢 然后一下冲回来 也未必能抓得特别好这个浪 因为还是比较大嘛 回来之后你再出去 又得费半天的劲 所以的话这边的话 应该是属于下一个阶段 就是就是冲的比较好的时候 你再来这边的话会挺好的 我们这边冲很小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浪 你看现在看都还是不错的 就是你别看就 我现在在挺远 拍过去嘛 然后你看到的话 好像那个浪好像不太远 但事实上你要越过这些 白浪之后再一层层过去的话 你还是消耗蛮大的劲力 这边 停车相对来说比那个 上赛要难一点 但是这边环境还挺好的 这边呢 嗯 我喜欢这种 我喜欢这种陡坡 像洛杉矶的这边的海滩的话 像这一带 看都是陡坡 挺好玩的 像旧金山 然后还有Laguna Beach那边也是这样的 都是 停好车之后都得下坡下去 非常漂亮 OK 那今天就介绍 介绍到这吧 然后接下的几期的 拜拜 谢谢 那接下来的 我估计最近的话我都不会拍 就冲浪的时候我不拍 因为拍着冲浪的话 其实影响冲的 因为有时候你要顾着相机啊 或者说去弄它 然后上一次的话 我这个GoPro9的话也出了很多问题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贴了一个保 保护的那个膜 就是那个screen的话 触摸触摸的那个功能就不敏感了 所以的话经常浪一拍 反而它会会那个出到那个屏 会改变那个模式 前两次就有经常 就是被水一拍就改到了那个就是 延时拍摄的那种模式 就根本没有拍出来 所以的话我接下来这段时间的冲浪的话 我可能就不拍我冲浪的过程了 就可能会只是讲讲拍冲完之后的一些感受 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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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园 今天园园也玩得很高兴哦 今天园园下水玩了好久 是吧 嗯 然后你觉得好玩吗 这个地方 哪里好玩 哪些方面 你做了一个食堂 然后然后这边的浪好玩吗 水干净吗 沙干净吗 然后你下次还会再来吗 不会 你不是说还会来吗 不想 啊 我不想 你不想啊 我也去那个 我妈妈一起去过 上下地 对吧 好吧那我们下次去那里 然后你又你也开始会玩 BOOKEY BALL 是吧 就那个小的吧 你的小板 后面的小板 OK好 来 还有那个 还有哪个 还有那个 我想去是那个 那个海湯是最近的那个麦当劳 你看 哦 离麦当劳 很近的那里了 嗯 好吧 没有 没趣 OK 然后我们说拜拜吧 拜拜 我们拍个上坡的镜头 啊 你看 这是海边的我们上坡 哦 上坡了 好陡的坡 哦 哦 啊 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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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